新年快到了,是時候要選擇蘭花 但究竟怎樣才可以選擇一盤漂亮的蘭花呢? 以及買到回去要怎樣保養呢? 所以今天我就請了蘭花大王楊小龍先生來做訪問 教我們怎樣選擇一盤漂亮的蘭花 不說那麼多,馬上去片吧! 你選擇蘭花呢? 選蘭花呢就是要選到,花要柴,花籃又要柴 不要說掉了花籃,掉了花 葉多數就是片頭漂亮就行了 顏色不同,不代表它有事的 有些品種顏色本身就不會那麼柔滑 但是真真正正要漂亮呢,就是要剪回兩個花籃 其他那些花全部都會剪的 有些環境好呢,人們就喜歡買 剪三四刀、四五刀,後面還有七刀以上 其實以小花就無所謂的 以大花一邊剪一邊剪一邊剪,在家裡剪 有些它不剪,剪多些是好位置的,其實不是的 其實也是可以擺很久的 講到蘭花呢,怎樣要剪,怎樣不剪呢? 不剪就像這棵一樣 一、二、三,掉了 四、五,掉了,掉了兩個 這些就叫不齊了 怎樣叫齊呢?就是花要這樣 整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全部都齊了,這樣就叫花齊了 如果見到花,有什麼情況不可以剪呢? 這些環境有問題呢,就會很難的 即是皮已經軟了 如果那些千奇就不要剪了 那些分到去,慢慢都會,花都會折了 還有那些漂亮的,那些根就綠色 有綠色、有白色 不漂亮,那些根就黑漆漆了 還有,就是叫花包黃了 就不開了,像這棵一樣 花包黃了,即是不開了 有時見到大粒一點,黃了又不開了 很多人問我,可不可以細得 其實細得是細得,不能曝曬 曝曬呢,就像這棵一樣 剛剛這個位置,是曝曬了,曝曬了 翌日你以後見到的曬到感覺 就不要要了 還有,你拿回家的過程,要注意 不要將棚花放在車裡面 然後太陽很猛,隔著車 那你人走去吃東西 全回來才拿回家,又是錯的 那時候已經是那些根,被你隔著 透不透氣了 擺蘭花位置,就是要舒服 要通風 或者人坐在那裡,很舒服的地方 不要說退去那個樓桃那裡 人坐在那裡,覺得很不舒服的地方 放下去的花是好位置的 淋水的過程,就是要十天才淋一次 不要說經常淋水也不行 經常淋水,那些根頭不能進去 暫時又不行 即是有濕,有乾,那就最好 溫度方面,就是 日頭,我們溫室來說 調教在25度 晚上呢,17、18度 在旗樓,如果好像跌到10度 8度那些,一定會凍傷 太熱,它就頂不住 太冷,它就頂不住 就是同人生要用的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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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旗樓的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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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旗樓的蘭花